音乐与乐际 阶段一 一对好朋友 小狗一大早就起床了 它来找小猫 哗 哗 起床了 哗 哗 起床了 小猫伸了个大懒腰 喵 喵 马上起 喵 喵 马上起 小猫和小狗来到院子里 非常认真的坐早操 一起拍拍手 一起跺跺脚 一起弯弯腰 一起跳一跳 宝贝们 吃早饭啦 小猫和小狗听见了 挥挥手各自跑回了家 猫妈妈为小猫准备了小鱼 小猫吃小鱼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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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妈妈为小狗准备了骨头 小狗吃骨头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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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和小狗是一对好朋友 它们快乐地做游戏 吓人的咚咚声 小乌龟和小蜗牛 小蜗牛是一对好邻居 每次见面 它们都很热情地打招呼 小乌龟说 小蜗牛 你好 小蜗牛说 小乌龟 你好 突然它们听到了可怕的声音 咚咚咚 咚咚咚 小乌龟和小蜗牛 吓得都把头缩到了壳里 过了一会儿 它们悄悄伸出头来 四处寻找 原来苹果树下 有两面大鼓 熟透了的苹果 吊在了上面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小乌龟和小蜗牛 好奇地爬到大鼓上 它们站在上面 跳起了舞 咚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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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三 二 一 小猴子 溜下树 美丽的蝴蝶 花园里 千花盛开 有红花 有黄花 还有蝴蝶花 漂亮极了 三只美丽的蝴蝶正在玩捉迷藏 红蝴蝶藏到了红花里 黄蝴蝶藏到了黄花里 花蝴蝶找不到它们 大声喊起来 快出来 快出来 你们快出来 一只小蜜蜂飞过来 它悄悄地告诉花蝴蝶 想想它们两个都是什么颜色 你就能找到了 哈哈哈哈 花蝴蝶果然找到了红蝴蝶和黄蝴蝶 三个小伙伴飞在花丛中 红蝴蝶飞得高 黄蝴蝶飞得低 花蝴蝶飞在它们的中间 我们的生活真呀真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